如果老師您的素材是來自PowerPoint的話 我是要把PowerPoint畫面叫進來 對不對 那 有兩種方法 我們介紹幾種就是老師把教材叫進來的方式 那麼我們PowerPoint 您如果不介意在這個模式下 其實這個四方是可以直接叫進來 那有些老師可能比較習慣用所謂的 投影片放映 老師平常都用哪一種方式比較多 是用這種就是編輯模式下 還是比較習慣用 投影片放映的 這種方法 我自己不知道我平常 其實我反而不會特別進這個投影片 播放的這種方式 除非說就是 類似像演講 那我們就一張一張就下一頁下一頁 不然上課的話 可能是在編輯模式比較多 那 不管哪樣子 來我們重點是 您要先看一下 來 我按下 這個 鍵盤上的 ALT加上 TAV 有沒有 我加這個 您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現在有兩個 投影片的視窗 有沒有注意到 一個是 這個 對不對 一個是 全螢幕的播放 因為 投影 的話呢 他會變成另外一個視窗 所以說 如果老師 您有需要 是要抓 全螢幕的這個 你待會在OBS裡面來源就要選這一個 如果呢 您要抓的就是 我的編輯狀態 你就抓這一個 這樣您了解 好 那我現在呢 先回到OBS裡面來 假設 您現在有需要抓您的 簡報 當您的背景 我就從這邊的 加號 按一下 我們要找哪一個呢 因為他就是我們的視窗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視窗結局 那待會我這邊可能會不成功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用軟體廣播 所以他可能會抓不到 但是老師的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你們沒有做 軟體廣播的動作 你們只是接收端 所以他那個硬體加速 他還會在 好你看我把他按下去 這個時候呢 你一樣給他一個名稱 好我把他按確定 OK 找到 你的視窗 有沒有看到PowerPoint有兩個 一個是放映 一個是編輯狀態 如果我選這一個 有沒有你的視窗就進到裡面來了 您就可以用這樣子 假設我用這個 按確定 我用這個呢 還好還好 這都抓得到 好確定 這樣我就進來了 那我只需要把它 放在我的視訊 裝置的下面就好了 這樣老師就疊在上面了 對不對 所以我的畫面上 我的這個 您就看 你想要在哪一邊 假設我在這裡好了 這樣就OK啦 這樣是場景就安排好了 那老師就不要客氣了 如果你安排好了 有沒有右下角開始錄製 錄下去 現在他開始在錄了 那您就可以很專心的 回到你的簡報 你可以在這邊繼續講下去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老師不習慣自己看自己 呵呵呵呵 所以你用這樣的方式 你的網絡攝影機還是繼續在錄喔 只是你沒有看到而已 對不對 好那 我就這樣 就可以繼續的講完我的課程 如果呢 我需要我的畫面的話 我還是把我的 這個 叫出來一下 這樣你可以看得到 好但是呢 我的這個畫面不會被錄進去 因為 我只有錄我的頭文片而已 好像這樣講下去 好到這邊我結束了 我先離開他 來這邊 我們回到我們的OBS裡面來 停止錄影 這樣就可以了 他就幫我們把 這個畫面錄好了 就把它錄好了 那 您要去哪裡找到您錄影的畫面 在左上角這邊 左上角左上角你看 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顯示錄影 左上角 檔案這裡 把按下去就會找到了 他預設其實會放在我的影片裡面 只是呢 老師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預設的影片 有沒有發現副檔名叫做什麼 MKV對不對 那您會覺得奇怪 MKV我的電腦可以播嗎 不見得能夠播 沒關係 我們OBS本身 有提供轉檔的功能 就是第二個 有沒有看到重新封裝 這個呢可以把我們轉換成MP4的格式 MP4格式 所以我們把它按一下 找到 你的原始的 那個檔案 就是MKV這個 就是MKV這個 後面 老師有看到了 轉換成MP4 其實呢 它也可以P4轉 您可以直接一次選多個一起轉 就不用那麼麻煩 但是來不及喝咖啡 因為一下就好了 呵呵 你把它按下去就好了 這個時候 您再重新 回到我們剛剛這個 我的影片的 這裡面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 可以馬上打開的 你把它點開 就可以看到 我們 剛剛所錄下來的 這個內容 所以其實OBS的操作大概是像這樣子 大概像這樣 現在他開始在錄了 那您就可以很專心的 回到你的行道 好你看 有沒有發現我的 大頭還是在那裡 對不對 不一定 一定要看到自己才能夠錄嘛 可是你可以像這樣子 因為 只是說有看到自己你比較清楚說有沒有被切到 好會比較留意一下 回到我們的OBS裡面來 所以老師這樣可以接受嗎 應該還蠻快的吧 對不對所以其實 錄影的部分反 對老師來說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 老師都是 高手的 講課的高手 你只差在說 有沒有把這個過程錄下來這樣子